台湾总统 总统分金融政策 提高资金的通融效益 进一步扩大城乡 城市改革 从1978年10月 四川省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开始 总副 你这是席客 一年到头你不来一回 有事啊 把经营好坏 坐吧 养猪肠 还好吗 好着呢 这猪肉啊一天一个价 我每天呢到石根那儿谈价钱 我都让他加几分 可就这么加呀 要猪的一早就来排队 我恨不得把那猪娘都卖了 怎么样 当初我就让你听我的 服气了吧 现在养猪赚的 比你承包鱼塘多还是少 这是有别的事啊 董 董宝书记 这个月开支了 正明 你贼头勾档的干什么 你进来 书记 你也是为了工资的事啊 对 是为了工资的事 你们俩商量好了 一起来找我 不是不是 没有 你坐下 有什么话摊开了说 别藏着掖着 看来中副跟我来 是为了一回事 那我说吧 这个月工资刚刚发起来 太多了 比书记你拿的都多 先钱多烫手 不是 谁还嫌钱多呀 我刚接手电线厂 拿这么多钱 我怕手底下人不服 我让你拿这么多钱 是为了告诉你 你有责任在身上 你有那工夫 你瞎猜别人怎么想 你不如把心思放在 怎么把电线厂的效益 提高上去 是 书记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我当厂长的这段日子 可从来没有耽误了工作 但我知道什么叫 饮水磁源 这个厂长是书记你给的 我不能拿的 比书记你还多 所以 我想推掉一部风公司 你也这么想的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这么想的 那你啥意思 我干这活值这个钱 我瞎力气养猪 赚的钱 我心里不愧 可 可 可就是怕村里吃到以后 在背后说三道四的 你还怕这个 当初你带着村里人 你骂我的时候你忘了 我是想吧 让他们说我 还不如我自己 承包一部分主场 赚了钱来给村里 剩下的我揣我腰包 就我这样踏实 我就知道 在背后嘀咕 想搞承包的人是你 中复 我把话撂在这 这儿 承包的事 你想都别想 你还是老老实实 把你的猪养好了 到了年底 给我养到一万头 你拿得不会比现在少 集体没有亏待你 你也别想着 怎么去挖集体的墙墙 我就想承包 我挖什么墙 摆在你面前就一条路 把养猪场搞好 让小雷家赚更多的钱 小雷家富了 你也就富了 就是 中复 您给他好好想想 你为啥叫中复 中与小雷家 你才能富 他是你叔 就这么跟他说话 我是不是开玩笑的吗 中复说别在意啊 我说明白了吧 好 新闻东宝书记 都说到这个份上来 我听你的 以后不琢磨承包的事 好好给小雷家干 现在 你不怪我爸你浴堂了吧 当初是你违约 你爸我浴堂还是不对 那把养猪场拆了吧 给你办浴堂 叔 我跟中复书这边的情况不太一样 这设备和材料全都是村里出的钱 我贡献没那么大 这工资要不然 我看好你 是以为你脑子活 胆子大 难道我看错了 电线厂厂长的工资就这么高 你要是没胆子拿 那我换人 那我走了 叔计 东宝 妈 你真的领了好几千块钱的工资啊 谁啊 跟你交手跟的 不是 东宝啊 这钱是好 可是你拿多了 我害怕 你忘了以前清查组的事了 不行 咱们少拿点吧 到时候你再惹货 把你抓进去坐牢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东宝 妈 以后谁再跟您说这工资的事呢 您就告诉他 我雷东宝不会把这书记的位置不放 谁愿意当这书记 我让给他 什么时候能吃上饭 我现在就去坐 咱们的工资吧 收集账大 我也想拿 该拿拿呀 凭啥不拿呀 你闭嘴 中副叔 这事你还跟我们商量个啥 这今天你不是跟东宝书记那儿不是说了吗 你拿的心里不愧啊 我当然不愧的 我为了完成东宝书记交给我们生产 一万头猪的死任务 我这几个月几乎都住在猪场啊 我干的活比他们累 凭啥比他们拿得少啊 你们要是不拿 你们要是不拿 我心里没底 师哥啊 您怎么想的 其实吧 书记这个方案我是赞同的 多拉多则嘛 这不留着铃铛的吗 那话又说回来 咱这帮柳头的工资 比他们工人高 实在太多了 现在外边一准都快炸了天了 那恨不得就指着咱鼻子骂了 再想想找书那事 这钱我还真是有点不敢拿 我也不敢拿 我叔叔从金正回来 知道电信厂给了我 这要是知道我工资看得比他 还高了这么多 那不得背后敲我闷棍啊 你刚都这清呢 冯雯 您咋想呢 那咱少拿点吧 少拿 多少次少啊 明天我去跟书记表个代 让他把咱们展望 领头的人的工资标准 稍往下降一降 来喝酒 喝酒 喝酒 来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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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行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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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咱咱咱咱咱 我先拿车 我先拿车 行了 行了 我先给媳妇送一送 给媳妇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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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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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喝多 没事 没喝多 没事 没事 行 你慢点 吃 走都出不出 走了 走了 是你喜欢啊 行 行 过来啊 行 行 走 行 慢点啊 我先走了啊 走了 媳妇 慢点 行 好嘞 走了 媳妇 走了 走吧 小心点啊 行了 没 媳妇 我错了 媳妇 你说咱今天没去领工资 冬宝会不会生气啊 他生气是肯定的 你说冬宝为什么那么坚持 那个分配制度改革 那不就是因为他希望 小雷家越发展越好吗 嗯 你说咱们几个领头的 所有人把工资拿得高高的 那往后谁还会犯老叔那样的错误 是不是 话说的是 是这样 但是咱跟冬宝不一样 他拿过工资谁敢说话 是 那咱们要拿过工资呢 那不就像你说的 那是指你鼻子骂 那不知道咱骂多少 这是指别的骂 这 我当时也是 走 走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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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出来 这帮帮帮帮也太不是人了 咱还没拿钱呢 他不就下黑手了 我呀 我想明白了 我还就不去找书记了 这钱我还就拿了 是啊 没拿就挨打 凭什么不拿 他妈也拿 我就拿了 你别吵吵了 丢人 我就拿了 走 你让人看见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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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